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國際奧委會昨天發了一個新聞號 外媒聲稱他的主席巴克 和國際奧委會的委員 委員會的主席 特霍和一個中國委員 李寧偉 和彭帥進行了30分鐘的視像對話 國際奧委會除了發這個新聞稿之外 還發了一張照片 看到在螢幕上 彭帥很開心地笑 而奧委會的主席就拍到他的背部 前面有一個鏡頭在 這30分鐘的對話 彭帥在開始的時候 新聞稿是這樣寫 感謝國際奧委會對他健康關注 聲明說這是為什麼他現在更願意和朋友和家人在一起 儘管如此他都 繼續去參與這個網球運動 這個是他相當熱愛的運動 國際奧委會的委員會主席 就在這個聲明裏面說 看到彭帥的情況很好 我鬆了一口氣 這是我最關心的問題 看上來他很輕鬆 我向他提供了我們的支持 並強調在他任何時候保持聯繫 他對此表示感謝 聲明也這麼說 在通話結束的時候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 邀請彭帥在明年一月 在北京東澳前去北京 共進晚餐 他因然接受兩人同意 和其他與會的人一起共進晚餐 大家看到這個聲明出來之後 你們這些人 在這裏炒作 彭帥都沒事 健康又沒事 又沒有被軟禁又沒有失去自由 他很開心和國際奧委會的主席 和一眾的委員對話 聊了三十分鐘 但是外界亦對這個視頻不是造假 由國際奧委會出的 照計 不會是造假 沒有怎樣質疑這個視頻的 真偽 但是問題是 是國際奧委會發表的聲明 說是和彭帥做了一個對話 我沒有懷疑過這個對話是假的 但是問題的關鍵就是 我們看不到 這個對話的真實內容是怎樣 是國際奧委會 發表的聲明和照片 連影片也沒有發表 就說和彭帥對話 究竟 彭帥是否 得到真正的自由呢 我在 前兩條影片說得很清楚 因為外界的質疑 特別是國際體壇包括網球界 一個非常嚴重的質疑 然後就是國際女子網球協會的會長 發了幾次的聲明 提及到彭帥的自由的問題和指控的問題 而且國際奧委會也有的資深委員說 需要強硬對付這件事 不排除會有進一步的發展 會不會杯葛 明年二月的北京東奧 於是中國官方沉默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然後由官媒 發表彭帥的相片 我覺得是非常鬼祟 首先 發一個 電郵給 WTA 國際女子網球協會的 會長 Steve Simon 電郵的真偽 有人懷疑 然後由環球時報的老總 發幾張相片 包括餐廳用膳的相片 包括出席 青少年網球活動的相片等等 我發布了很多這些相片 證明彭帥是 自由的 安全的 是健康的 你給人的感覺是很鬼祟 很私宿 為何不由他出來說話 今次 因為外界質疑 那些相片無效 我講了不止一次 他會不會在 中央電視台 接受訪問 用其他電視上去認罪的方式 澄清現在自己的處境 他沒有這樣做 就選擇和 國際委會的主席和委員對話 這是回應 國際體育界質疑的一個辦法 但中間亦有很多 疑問在裏面 我強調 我沒有說這個對話是假的 但這是甚麼疑問呢 其他媒體沒有詳細報導 紐約時報 就有一篇這樣的報導 是怎樣的呢 據一位澳委會官員說 這次的視像的對話 和國際委會的主席和委員的對話 彭帥的一位朋友協助他用英文進行了交流 不過彭帥在他15年的職業網球生涯裡已經熟練了 掌握了這門語言 這是其中一個疑點 其實彭帥是可以用英文說的 他都是 不是一些很深奧的東西 說他生活的情況是怎樣 為什麼他要有他一個朋友 跟他做 如果用這個講法 做翻譯呢 要協助他用英文進行交流 就是說他講的是 普通話是國語 然後就是 要用英文 跟他做一個翻譯 跟其他的委員去交流 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不是他自己說 而是他有一個朋友 這個朋友是什麼人 他做這個翻譯 你可能說 他不是那麼流利 但是紐約時報說15年的職業 網球生涯裡已經熟練掌握了這門語言 為何都要如此 這是此其一 其意就是 為什麼 是用這種 視像對話的方式 而不是 乾乾脆脆出來開記者會的方式 去 接受記者的提問 向大家交代 為什麼不去做這件事 大家可能不說自明 連這個對話都要由朋友 有待他用英語做交流 如果他出來開記者會 被記者問到 很多問題的時候 他回答不了 那就盧陷 第三件事我要問的就是 這個對話 其實 你健康就好了 我很放心 但是 國際奧委會這一班 主席和委員 是沒有 在這個對話裡面完全沒有 釋除外界的移民 就是 彭帥 在他微博那裡 寫一篇長文去指控 中共的 前高層 政治局常委 副總理張高麗對他性侵 是很詳細的 先後有兩次 是吧 然後就第一次 性侵完他之後 就這個 和他發生一段不倫之戀然後就消聲匿跡 然後就 最近又再找回他 又性侵他之後還要找他老婆在外面把風 然後他為什麼要發這個微博呢原因就是 因為好像上次一樣 玩完之後 就是消聲匿跡 所以他就 很怒氣 很生氣 所以寫這個微博 這個微博的真偽 在這個對話裡面完全沒有澄清 究竟有沒有性侵這回事 他寫給 WPTA 會長 的電郵就說 It's not true 沒有的 沒有這個性侵的問題 但是 在這個 對話裡面完全沒有澄清 外界的質疑 這個委會主席說看到彭帥這個情況 鬆了休息 他很輕鬆 但是 國際奧委會這個做法就被體育界 質疑 就說 你有沒有 那麼便宜 你這樣協助 和中國做這個大外宣 和他發表這個新聞稿 那麼便宜你們做得 是不是 是否能夠釋除外界的質疑呢 剛才我說 彭帥 一天沒有 出來清清楚楚去告訴大家 那個微博 寫的東西 是堅定留的 有沒有性侵這回事 一天 不能夠釋除外界的質疑 這個國際 女子網球協會的主席 這個 Steve Simon 他說雖然很高興看到彭帥的影像 但仍然是不清楚他是不是自由 他是不是能夠在沒有脅迫 和外部干擾的情況下 自行做出決定和採取行動 那 Steve Simon就這樣說的 僅有這一段視頻是不夠的 我們一直清楚表明我們需要看到什麼證據 國際女子 網球協會 會和中國的關係 處於十字路口 他們的廢人就說 他說 在北京比賽傳出來的視頻 仍然是沒有解決 對彭帥安危的擔心 然後 國際的輿論 一些分析 國際奧委會 甘心 甘心 和中國做大外宣 和彭帥的對話 掩然讓這個組織開始扮演散播中國外宣的角色 而有些學者也說 這個做法是 此地無銀三百兩來形容國際奧委會 國際奧委會的公信力 大家都知道有很多質疑 特別是和中國的關係 很密切 為他做這個宣傳 機器一點都不奇怪 很難 如果沒有做到被人覺得彭帥可以很自由 被人覺得沒有任何的脅迫 出來 出來 見記者 隨便接受記者的提問 其實這是一個 最好的辦法 既然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他說那個性侵是假的 就被人問 彭帥這場風波會不會由他和國際奧委會進行視像對話之後平息呢 似乎暫時沒有看到這個跡象 會不會繼續燒下去呢 會不會影響到明年2月的冬奧呢 我想要繼續看著時代的發展 不過星期日泰晃時報的報導英國就從這個五眼聯盟商量 究竟會不會外交杯葛呢 明年這個冬奧 即是說不派政府官員出席 美國就已經表了態的了 拜登已經表了態的了 會積極考慮 由最後來由拜登是拍板的 所謂外交杯葛 大家都明白的意思 就是繼續給運動員去參加 不過就不會派任何官員出席這個開幕 或者其他任何的活動 英國的 星期日泰晃時報的報導 其實英國是不傾向杯葛的 不過他要和 比如加拿大澳洲那些就要談一談 究竟他們是怎樣 如果他們是杯葛的話 可能英國就會跟 就說 手上 波羅雄森是不贊成這個做法的 有機會派這個副部級的人出席 但是英國的朝野 那個反應都是很激烈的 譬如說英國有五個保守黨的 議員就寫了封信給 約翰遜 肥波就說他 應該禁止任何英國官方的代表 出席北京的東奧會 似乎英國就是很武實很重傷的一個國家 究竟 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我相信也要看英國 不是很想單獨行事 要看其他聯盟是怎樣 彭帥這件事 我認為是一個導火線 現在會不會 換和下來 對於指控中國侵犯 新疆維吾爾人的人權 對香港的國安法之後實施 對於香港人的壓迫 仍然成為了西方國家 要杯葛東奧的理由 彭帥事件 即使是降溫也好 不是等於剛才我說的兩個問題可以解決得到 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有進一步的消息 還會和大家報導和分析 暫時談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Patreon 叫之前我濕直口發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早前我在這裏向大家介紹這個Lock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 譬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的話 有些片 即是美國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Lock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那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電影或者電視劇集 例如在網上買一些貨品 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Lock 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 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現在訂Lock VPN 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一個優惠碼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三個七毫一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個大小 六個設備 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